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阿浪 每期分享中国武侠世界一件趣事 娱乐为主 如有不同意见,还请脚下留情 《天龙八部》是金庸先生最经典的几部作品之一 也是其最常被翻拍的作品之一 迄今为止,已经有了多部翻拍的作品 以前看金庸只知道他的作品名字 大多跟书中人物 武功秘籍招式等有关联 比如《倚天屠龙记》 《莲城爵》 《射雕英雄传》等等 但是一直不解《天龙八部》是什么意思 直至最近,阿浪了解到 这个所谓的《天龙八部》 其实指代的是佛教的八大护法神 金庸先生为书取这个名字 其实是非常考究的 至于原因嘛 当我们了解这个八部 分别对应书中哪个人物的时候 不知道了 今天阿浪跟大家盘点一下 所谓《天龙八部》是哪八部 又分别对应书中哪个人物 最后我们就会发现 书中人物的命运 竟然就暗含在这八部天龙之中 第一部 《地势天》 《萧锋》 八部天龙中 天众以天为尊 而书中 萧锋是第一主角 地位上 跟《地势天》是一致的 并且 其不管是性格 武功 武功 气质 人品 给人的感觉都如同天神下凡一般豪迈大气 且光明正大 另外 世民中说 天神寿命到头了之后 也是会死的 天神死前 需经历五个阶段 衣赏够腻 头上花尾 身体臭绘 夜下汗出 不乐本尊 而作为天众首领的地势天 自然要更为不同显 联想到萧锋最终的自杀结局 和其的人生经历 萧锋实则是哀莫大于心死的 是不是有种萧锋对应地势天 恰好暗含了他的最终结局的感觉 第二部 龙神 段玉 八部天龙中 以天众和龙众最为重要 而段玉作为书中的第二主角 显然很匹配这一位子 并且中国古代以龙为尊 龙即代表天子 段玉的身份是大理皇帝的侄子 而皇帝无子 最终皇位归属人 独独段玉一人 佛教中龙王自幼向佛 而大理段氏 历代皇帝出家都在天龙寺 这足以证明 大理皇帝与龙的关系 也暗指了段玉的龙神地位 而佛教中的龙众 自来是偏拘异语 没什么争凶斗狠的野心 恰好暗含段玉最终的逍遥结局 第三部 夜叉 虚竹 所谓夜叉者 捉鬼之神 其实就是鬼王的意思 当然夜叉经常以集体的名义出现 什么夜叉八大将啊 十六大夜叉将啊 等等 夜叉在现在的形象 多是凶煞恶鬼 但其实佛经理夜叉的职责是守护众生界 而虚竹在书中是四大恶人老二 夜叉娘跟少林方丈的儿子 四大恶人在书中是典型的夜叉形象 他们面目猙獰 凶恶残暴 无恶不作 却也有着自己的执念 比如夜叉娘的执念 便是找到儿子虚竹 古往今来 但凡仙魔结合的后代 必定有其特殊过人之处 恰好 暗含虚竹在书中经历 虚竹一路其遇 皆掌灵鹫宫 正臂天山 以宅心神迹统领三十六栋 七十二岛珠魔 持之契恶从善 兼敌宝国 自此 岂不是等于坐上了鬼王的位子吗 第四部 钱达婆 阿珠 钱达婆是一种不吃酒肉 只寻香气作为滋养的神 是否是帝氏天的月神之一 身上发出浓烈的香气 钱达婆在繁语中 又是变幻莫测的意思 这里很自然想到阿珠咯 阿珠精通易容术 可不正是暗含变幻莫测吗 另外 作为王子燕的婢女之一 阿珠调香的能力也是不俗的 并且阿珠最终成为帝氏天 销风的静衣 恰巧暗含 钱达婆是帝氏天的 事观之一 同时也正是因为 钱达婆阿珠的离去 帝氏天销风 开始出现天人武衰的征兆 第五部 阿修罗 慕容父 慕容伯 阿修罗 毫无疑问是慕容父 慕容伯两父子 佛经里的阿修罗 有以下特点 他经常率部队和帝氏天战斗 他往往被帝氏天打败 他性子暴躁 执拗 而善妒 他权力很大 能力很大 却唯恐天下不乱 他疑心病很重 疑心佛祖偏袒帝氏天 阿修罗的这些特点 几乎与慕容父父子完全一致 慕容父与肖峰并称北乔峰南慕容 慕容父被肖峰打败 慕容父性子执拗而善妒 他是大燕太子 为了富国 唯恐天下不乱 他疑心病很重 尽管阿修罗 慕容父父子 总与帝氏天肖峰作对 但他永远都是失败者 即便最后搞出的各种事情 依然失败了 第六部 加楼罗 揪磨痣 市民中写道 加楼罗是一种大鸟 赤有种种庄严宝色 头上有一个大鸟 是如意猪 此鸟鸣生悲苦 以龙为食 它每天要吃一条龙 即五百条小龙 因为他一生以龙为食物 体内积蓄毒气极多 最终毒发 于是上下翻飞七次 飞到金刚轮山顶上命中 这显然就是揪魔制 作为一个帆帮和尚 几次三番对付龙神段玉 不过最终把一身毒气还给了段玉 自此一心向善 第七部 锦罗那 阿子 锦罗那善于歌舞 也是帝氏天的月神之一 锦罗那在凡语中是人非人的意思 其实她是个样子和人相似 但头上长有一脚的善于歌舞的女神 锦罗那只带的是阿子 两点理由 第一点 阿子是继阿朱之后 还在第十天消风身边的人 继月神士官 第二点 阿子的所谓人非人 暗指心思难辩 书中的阿子 是一个在善恶界限极低的人 在消风身边 她可以是单纯痴心的小姑娘 但是只要对象不是消风 她却又能摇身一变 变成阴狠毒辣的新秀派弟子 甚至 在最后她为何要抱着消风一起跳下悬崖 也没人说得清楚 第八部 魔乎罗家 有坦之 世民中说 魔乎罗家是大蟒神 人身而舌头 在守龙岩经中 对魔乎罗家有以下解释 魔乎罗家 此云地龙 亦云蟒神 负行之类也 由痴慧而赶此身 龙呆无知 顾乐托伦 修辞修慧 挽回前因 托彼伦类也 也就是说 魔乎罗家是与天龙相对应的地龙 并且 因为呆傻无知 最终摆脱了负行类 得道 正好对应 尤坦之 书中尤坦之 在消风之后 也当上了丐帮帮主 并且 也正因为其呆傻无知 在被阿子的各种虐待中 竟然捡得一条命 才有了后面 得到一斤斤 练就绝世武功 看完这八部对应的角色 不得不说 金庸先生 对于人物角色的塑造 真乃出神入化 竟能在书名中 暗含主要角色的人生际遇 甚至 包括最终的结局 真是太厉害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